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感情上比较淡漠 在婚姻 恋爱 情感上总是少了一些感性 无论什么问题 他们都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去解决 从来不会感情用事 因此左手段长的男人是一个非常理性 沉着 冷静的男人 但也会给人一种冷漠 无情的感觉 另外 左手段长的男人 个性比较主观 自私 做事很是执着 这样的性格虽然有利于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 但对于他们个人的婚姻是不利的 尤其是他们与妻子之间的感情 会因为他们自私 冷漠的个性而变得不好 因此段长文首相的男人 婚姻一般不怎么幸福呢 虽然婚姻不成 但段长文首相的男人男人 左手段长文的首相代表着什么 图 事业上的成就确实非常高的 一般来说 左手段长的男人个性十分的坚毅 坚强 有着永不放弃的精神 所以他们的事业发展一般都可以顺顺利利 即便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也可以很好地解决 也可以迎难而上 正是如此 段长文首相的男人通常都是事业上的领导者 非常出色的人物 最后段长文首相的男人 是一个有人生目标的男人 三 男人左手段长文好吗 段长的人爱情生活较为复杂 一般来说在寻找爱人何之一种相对较困难 但不能强求 段长男人感情丰富 心地善良 做事细致敬危 爱情专一 一旦有了心中人 会一生相守坚真不渝 前半生坎坷 后半生幸福美满 段长者脾气暴躁 性格相对古怪而又沉稳 一生要留意克制男人左手段长文好吗 男人一生要留意什么 不能大动肝火俗话说段长打吗 右手打人竟对五个红色的印记 长久不能消失 即使左手打人 也让被打者吃不消 关于段长 民间又有另一种传说 男人左手段长长兵符 意味会做大将军 男人右手段长长财库 意味会变成精英之神 万一双手接段长 那运途可是大好大坏 但若能经由不断的修身养性来导入正途 必能有所作为 四 段长特点 一利己心重 好贪小利 喜能全是 二 主观极强 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三 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 四 爱恶分明 五 做事有责任感 不达成功不停止 段长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 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 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 热诚与否 智慧线代表了智能 理智如何 反映此人对人对视的态度如何 现在二文为一 表示感情与理智不会分割 于是段长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 自信心充足 处事极为理智 不易受感情或亲情所左右 自然独立性比较强 不用再论其他因素 单从这性格上的分拆 便可理解古事面向学家 为何对拥有段长的妇女 认为一生不利婚姻 不易妥协的性格始终对婚姻教义产生波动 也是无可避免 人类的性格有大部分源于父母遗传 掌纹正是显露我们性格的地图 亦自然受遗传基因影响 许多人的掌纹录像和父后母极为接近 段长正是其中一种有极高遗传性的掌纹 假如夫妻二人都是段长的话 他们的下一代绝大部分都会段长 其实这种遗传下的段长 只是遗传基因下对性格的影响 并不一定便是命运的身份象征 反而若父母双方都不是段长 但生下来的你倒是段长 这才算是所谓命运一族 至于段长的人都会为命运之人 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人类的性格有大部分源于父母遗传 掌纹正是显露我们性格的地图 亦自然受遗传基因影响 许多人的掌纹录像和父后母极为接近 段长正是其中一种有极高遗传性的掌纹 假如夫妻二人都是段长的话 他们的下一代绝大部分都会段长 其实这种遗传下的段长 只是遗传基因下对性格的影响 并不一定便是命运的身份象征 反而若父母双方都不是段长 但生下来的你倒是段长 这才算是所谓命运一族 那么还有人要问了 那在我们民间流传的真段长招富来才 假段长人穷家败事真的还是假的呢 我们又该如何分辨真假段长呢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 传统的识人数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它有着和传统文化一样远远流长历史 也有着和传统文化一样深厚的底应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识人数 根据于传统的古代哲学 包含了毅力 阴阳 五行 卢氏道 中医等等诸多文化内容 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 逐渐变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 已经成为民间风俗的文化现象 在识人数中 有这样的一句俗语真段长招富来才 假段长人穷家败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真假段长又该如何分别呢 其实这样的俗语很好解释 俗语源自于民间 自然以通俗异动 简单直白为特点 而作为识人数的俗语 自然也不会脱离民间俗语的这种特点 这句话其实是说 如果是真的段长 那就会像俗语中说的那样招富来才 而如果是假的段长 那也会像俗语中说的那样人穷家败 但其实这也只是老祖宗一种片面的认知 尽管俗语是老祖宗智慧的流传 但这种经验和智慧 往往是基于当时老祖宗所处的那种 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 放到如今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升 老祖宗的一些俗语 也会被人们合理怀疑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段长又该如何去分真假呢 什么是真段长 什么又是假的呢 老祖宗将我们手中的三条纹路 称之为天文 地文 人文 这就是所谓的三才 而真正的段长 老祖宗认为是三才合一 就是说手中三条线合一 才是真段长 而假的段长 自然就是天文和人文合一 或者是人文和地文合一 总之 不是三线合一 但假段长也有好坏之分 其实也不能称之为好坏之分 只能说是有所分别 比如说假段长处在天文所在的位置 则会比较感情用事 而假段长文处在人文的位置 则会相对理性 同样的 这样的说法 其实也有一定的片脸性 按照科学的说法 手中的纹路往往与遗传相关 是由父母决定的 所以不能够预示一个人未来的性格 甚至是贫富贵贱 那么古人又是为什么会有这样 真段长招夫来采 假段长人穷加败的说法呢 说到底 还是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响 民间的老祖宗们相信命运 而正是这种命运观 才使得人们有了这样类似 真段长招夫来采 假段长人穷加败的说法和观念 同样 也只有在命运观的驱动之下 人们相信了每个人的命运是天定的 所以才会有通过一个人的形体 气色 声音 长相等等 来探查命运走向的方式 命运观在很早的时候 便是我们民间人们认知世界的理论之一 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 以及如是道的各种哲学观念 对民间老祖宗们的渗透影响 类似真段长招夫来采 假段长人穷加败这样的识人数 便成为了民间人们的谈资 成为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一种 甚至这种文化现象 直到如今还有着非常多的受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事新清静 日日式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